我来给屋顶收拾一下 然后做我们的小基地 顺便再造一些东西 大师兄 你也快上来 来了来了 我这就赶上来 我先挖个空地放一下传送舱 小师弟 你也把刚刚挖的机台放出来先 行 刚好我们也有一些多的矿石 看看能不能出一些好东西 我先试试 我先试试 丢两个琥珀进去看看能出个什么好东西 好吧 给了个门 用个风块 大黄蜂 你脸太黑了 不适合用机台 还是让我这个欧行来试试看能出个啥 哦 好吧 当我没说 这掉出来的东西还更烂 我捡都不想捡了 还占我背包的位置 小师弟 你记得要留十个琥珀 做一个琥珀块呢 可别待会用过头了 还得再花时间去找琥珀 放心吧 大师兄 我注意之呢 刚好剩十个琥珀 我就先把琥珀块给做了 防止我不小心点错用掉 我再做把弓箭 这远程能力和进战能力就都具备了 小师弟 你把你熔炉也放出来 我要烧点矿石 顺便融合它勾火杀的也都放出来 我们要先好好的收拾一下 我做个心战能源 激活一下船上舱先 然后咱们得赶紧完善一下装备了 不然我怕后面打杀虫的时候 会耗费太多时间 大师兄 你有没有皮革 多给我一些 我做套护甲先 提高一下防御能力和生存能力 有 小师弟 你过来 我丢给你 有个应该够了吧 够了够了 刚好做个胸甲 裤子和鞋子 这下应该够了 剩下多出来的我放箱子里面 你们看看谁要自己去拿 我来拿走吧 我也差点皮革 我来看看地图 我们往南走 去找找看沙漠在哪里 走吧走吧 坐上小飞鼠跟上大师兄 不过这里好像四周都是海 估计有点难找 这里似乎没路了 我们要不要跨海去找别的陆地 行 那就出海吧 换坐骑出发 哎 大师兄 快看 那边有舟小小的海盗船 我们去把它给炸了 行 我支持 那就给它打了吧 小心点 别被反杀了 那边还有舟中型的海盗船 我们也去把那个给打了吧 我来吸引他们仇恨 表演的机会交给你们 你们上 赶紧给它解决了 让我来打 打海盗船还是在简单的 好了好了 打完了 我钱下水去拿一下 不过这海上还有鱼和海盗在攻击我 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那我还是下去拿吧 来看看有什么东西 有鲜水头盔 还有些别的杀我 完蛋 没有鲜水帽 我得赶紧用上来 先偷偷戏 这里是深水区 估计还有好多海盗船 不过首要任务还是得先找找沙漠在哪里 行 那你们跟着我走吧 旁边的海盗船就先不管了吧 但怎么海盗船越冒越多了 都是大型和中型的 既然都出现在眼前了 那我们就干掉吧 那就开打吧 从之收开始 或者我们分头行动 然后当风去负责搜刮战利品 我拿到氧气背包了 你们接着打 我跟在后面填包 就喜欢这种轻松的滑 大师兄 我们躲水里打吧 这样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炸到 大叔的海盗船就是不一样 真弹中 没事 也就是打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再怎么学后 也逃不掉被我们打掉的结果 我去捡一下箱子里面的东西 这海里面的鱼也是够烦的 趁我搜刮的时候搞偷袭 赶紧受死吧 果然海里就是危险 完全够接下来的需要了 一会儿直接丢给你们 我已经有了 你待会给大师兄吧 我先继续把这里的海盗船给清理了 毕竟掉的宝箱还是挺丰富的 对啊对啊 这些海盗船要是全打掉的话 可不定还能掉出什么机油物资来 慢慢打吧 这海盗船一收接一收的 感觉根本打不完 主要还是需要氧气背包 差不多有两三个我们就可以走了 也不需要那么多 我已经有三个了 我也有三个了 那直接走吧 这些氧气背包完全够用了 接下来去沙漠吧 又虚空之夜了 赶紧走吧 我可不想打变异的船 要不我们打打试试看 我想看看变异的船威力变得有多强 大师兄 你咋还给自己找罪受了 算了 你要打就打吧 看看有没有变得很厉害 明明是你们要打的 怎么这个船一直在瞄中我呀 我真是无语了 没事大黄蜂 已经打掉了 去看看变异的船 掉的宝箱有啥特别的